七连败并不是Jeremy的终点 现在他应该是九连败了吧 哇靠 十连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周二的哈斯拉集锦 继续来看 Luda 哦不 继续来看Jeremy 今天到底能有多倒霉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大胡子Santa口袋圈呢 翻前做了三败 我现在都怕Jeremy入池啊 入池对他就是毁灭性打击 这手牌 应该是只有Luda 克里斯能跟得动吧 单挑 K钩对上圈圈 翻牌K30 Luda拿到顶对 Santa被盖了帽子 这个牌虽然有位置优势 但是非常的难玩 底持3600 Santa下注1500 可能不会吃到加注 但是一旦被跟下来 转牌Santa应该就动不了了 摊上一张红套8 CHECK 想啥呢 Santa不过牌吗 这牌应该是秒CHECK才对 看起来他还是想要去搞清楚 Luda到底是用一张10还是一张K在Flop上做的跟注 合牌 连续两个半池的下注 应该足够让Luda拿下这个底池了 CHECK 这手单张高牌打得非常的舒服 12000的坡也不小了 来看这一手牌 00A圈 庄位加注400 Big John K6黑桃跟注 Jeremy A2 杂色 Jeremy 翻牌 783张黑桃 Big John 这是已经拿到了天铜花 而且三个人当中绝对领先 转牌黑桃高 给玲玲也发成了铜花 玲玲打500 Big John 反加到了1500 这个牌面00输黑桃S 输黑桃K 还输一个黑桃9 能赢的23456 是吧 Big John 这时候让玲玲选 自己亮一张给他 哎呀 把那张K给选出来了 这要是把那张黑桃6选出来 我觉得玲玲可能还会跟一条结 所以说 干嘛要免费让对方看牌呢 价值都没了 继续来看这手牌 Big John 圈钩 先手夹住到了300 1234 5个跟注 哎 Ronnie 口袋钩啊 在枪口位做了300 一个挤压推出来 几乎挤走了 所有牌手 Jeremy 67 杂色 Jeremy 不能缩紧一下起手范围吗 已经输成这样了 翻牌一张6 呃 还给到了Jeremy一个卡顺听牌 抵持5000 Ronnie翻后下住半池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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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emy 当Ronnie是一手AK了 直接推 Ronnie Just let the chips go Ronnie的跟注 其实没什么压力 Jeremy 基本来讲 不会拿着圈圈KK 完了 Jeremy 这手牌 不需要合关了 自己就要把自己送走了 两次发牌 真就赢不了 Jeremy Jeremy今天晚上是真就赢不了一手牌 啊 oh no not the pre-doom zoom 5 6 6 5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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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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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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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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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7 8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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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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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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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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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 我觉得下周估计是看不到他 来看这手牌 Ronnie口袋K翻前加注到了2400 路达一手圈三红桃 在比较差的位置选择了跟注 翻牌456的连张 倒是给到路达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这牌面对于路达也算是不错了 Ronnie翻后并没有打 转牌一张8单7成顺 这要是对上别人吧 我觉得Ronnie可能会开枪 对上路达这不太好处理 这路达这人 是吧 King7毕竟是他最喜欢玩的牌型 他有7的概率可比一般人要高上许多 好 转牌打满持 Ronnie还是跟了路达合牌继续演这张7 一万五的坡打出两万 给Ronnie出了个难题 路达这个人他喜欢偷 他打的牌又脏 所以说你真的很难判断 跟他玩 反正我觉得我碰上这样的人 我是打不来的 只能被对手拿捏 没看到Ronnie的秒扩 路达知道自己胜算在不断的提高 尤其合牌还是一张A4 给Ronnie盖上一顶大帽子 Blof的不错 老夫信了好吧 盖牌 尤其鲁的手里还有鱿鱼 那么这手牌的可信度会变得更高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了 00A5黑桃 加住400入持 Jeremy Jeremy也不是一手牌都没赢啊 Jeremy中间还是赢了几手牌的 但是没大底持 也没什么逆转啊 那一类的 没什么看点的 当然啊 他今天晚上还是输的多呀 输的最多的那一个 这手牌翻牌368 目前 全嗨A嗨勾嗨 谁也没中牌啊 正上Jeremy下注600 00A5黑刀还是跟了下来 这牌 这牌零零是想买什么吗 还是说 核牌一张黑刀4 Jeremy再打一枪 应该完事了 2500的Paul Jeremy打了2000 哎 零姐这几个意思啊 一手A嗨还要考虑考虑 这不能拿着A嗨去跟住吧 真想一杆子把这个男人打出得扑圈 是吧 他在思考Jeremy偷鸡的可能性啊 核牌Jeremy打的确实比较重啊 Linglin doesn't believe anybody 解说想说 零儿姐生性多疑是吧 谁都不信 Life is black Jeremy下次别穿这件T恤了 换一件吧 最终零姐拿着一手A嗨考虑了一分多钟 结果还跟了 哎呀 你们都针对我是吧 行吧 随着Jeremy一个十一连败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二见 BIG JOHN leading the way No surprise there Linglin Ludacris Top3 Everyone over 40% Your preflop raise LUDA and LingLing Ling leading the way Pretty aggro And this is what matters Nick Vertucci 22,000 Big JOHN 12,000 And of course JBUGS Minus54K Did recover some He was down like 78 So For myself Christian Soto And all of the Hustle Casino Live family Thank you And good night We're back tomorrow